-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科技集穿網台版,我們今集都是說電門新聞和換頭錦 - 沒錯,第一單就... - 新聞速第二由軒哥說,軒哥也是扯扯的,扯什麼是不知道 - 扯火啊,也是扯扯的,扯譚 - 有一間很久沒有廣告的公司就要說一說它,因為它有新品發佈,就是那間KONAMI - 我有些朋友很喜歡的公司 - KONAMI 就出了一隻新遊戲,自從上一隻的Metal Gear Solid V之後就出了一隻系列的新作 - 嗯,這隻呢,它就出Metal Gear Solid 3 - 又是Remake啊? - 不是Remake,它是出新作 - 剛才看我們一起看一段宣傳片,我們一下以為,難道它出街機嗎? - 我也以為是 - 不知道會出射擊遊戲嗎? - 那一類吧,它現在就出Pachingo - 嗯,那做回他的老本行吧 - 波子機 - 他就做了多波子機 - 那段片出了一兩天,負評數暫時是四萬左右,都不是很多,對比COD - 它比COD和Justin Bieber有四萬多好少而已 - 對了,其實身邊也有些人就不太明白為何那些粉絲會扯火 - 因為平時Pachingo,就像你這樣說,Pachingo都有不少的Title做 - 或者那邊的成人玩家市場都有地位 - 即是甚至有些作品都會扔過,譬如你們剛才說過的《無雙》 - 譬如你們剛才說過的《阿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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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朗》 - 那次我看了一個YouTuber專講遊戲,他講了一個項目,我都很同意的 - 因為其他你們剛才說的作品,你們知道它會有繼續原作的方面,會有繼續推出的 - 是嗎? - 這一隻一定是沒有的 - 是嗎? - 即是你... - 即是在我的心目中,已經收皮了 - 例如這個《沙灘氣》,如果有一天會再推出... - 即是我也覺得不會再推出的了,就是《沙灘氣》這個系列 - 應該不再推出這類遊戲吧 - 是呀,那如果你是找回一些東西來做Pachingo,即是... - 你可以的,我是覺得你... - 有少許...有少許...有少許... - 即是你之前呢,都被人吵了 - 即是現在都吵到麻木了,當作是雕淡件事 - 即是你現在無緣無故就在箱口灑鹽,這件事是有點扯火的 - 那你講那個Youtuber這個講法又真的... - 又解凍了,那一般會扯火 - 接著他還說了一個禮遲,我笑了 - 是... 即是假設有一天... - 馬虎呢... - 跟你說,Spiderman呢... - 我們以後不出漫畫的了,我們轉賣床 - 哈哈哈... - 感覺是一模一樣的,他就... - 我忍不忍著笑了 - 哈哈哈... - 哈哈... - 知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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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哈哈... - 一定忘記得住 - 忘記得住... - 喔... - 用Spiderman來買condom,OK的 -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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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是就是這樣... - 啊... - 哈哈... - 其實說出來也想只吵兩句而已 - 哈哈哈... - 如果你說相關的東西,好像... - 啊... - 啊... - 剛剛啊小島呢... - 又去了一間... - 我們之前說了很多公司去參觀 - 哈哈哈... - 啊... - 哈哈... -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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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 其實事情沒多特別... - 但是不知怎麽說出來我就會笑... - 有小島有UBI兩個字都說很想笑... - 不是... - 停了應該不明白什麽事了... - 別說了... - 如果真的有一天他們合作就覺得是一個頗口趣的事情... - 哈哈哈... - 停了也不明白什麽事了... - 算了... - 回來... - 說起小島的順口提起來... 他聲稱說未來的新遊戲就不會自己弄引擎 好事啊 好事啊 好事 即是用一些現有的3rd party那些 我猜到unview那類的 那個unview大人應該 那就沒什麼好說了 大致感啦 始終消息都沒什麼 大致感先啦 反正講一些遊戲 之後才講算續作掉地 現在要講的那一款真的是有新作系列 就是我們在座有幾位倫聽歌會很喜歡的系列 就是超級機嫻大戰 而超級機嫻大戰即是Super World War 機戰之前好像也講過有OG的新作之類 6月30日出啦 而今天就不是要講那隻OG的新作 就是要講他真的宣佈一隻又是買版權的機戰新作 就是超級機嫻大戰V 他稱為這個25周年的第二個慶祝作 昨天都出了官方的宣傳片 也都出了一個作品list 看完之後就都是那些 因為你聽到說25周年紀念在游遊玩得很大 好像很震撼的 大家看到參戰陣容好像有一點點 又不可以說有問題 但是大家若干會討論一下 真的有些老牌的 例如馬返 Z Double Z 因為這個list簡單來說 你看看它是有兩行 兩行角有很多欄在那裡 你看個小時 其實望真少一些 一堆是Goda 一堆是Full Metal Planet 一堆是Everred劇場版 只能放些洞窄的位置 放些放很多的作品 包括放天使禦龍之麥ира 大家都在笑 有阿水樹 然後隔離就放好像有幾套萬輪盒 也有一套漫畫版的作品參加 其實說回 無論基本處例如三一 鐵甲 都不是用回初代那些 《地球最後之日》 《真》二十一篇 暗黑大將軍 現在還有鐵甲聯合 還加了一個《真》Zero對暗黑大將軍那篇 那個漫畫是 我挺奇怪他會加進去的 也挺驚喜 因為那個漫畫跟本主沒什麼關係 他是講一些時空輪迴 鴿耳不停輪迴去打 過夜報名 它玩平衡宇宙 但這套東西畫得很漂亮 也畫得很易血的 那些女兒也畫得好 其實那套東西的故事是適合做機戰的 是 你有地獄戰神 做機戰是簡單的很多 所以又有趣的 除此之外還有新的之外的《機攻戰艦》 劇場版 《黑百合》 用者有用者特急 我自己會因為有用者特急 所以賣這麼錢這隻作品 也有些奇怪的作品 例如《宇宙戰艦大王號2199》 有O1O的那期 戰艦我知道是OK 可以去機戰打 但你這隻小型叫超級機閒大戰 反而超級我覺得有點弱 太擔心真沒衣服 接著就是鐵甲和316 我覺得有點弱 我覺得感覺 你說Gundam那邊 它有加了新的東西 我也很開心 例如《閃光之敗家仔》 這個Costbone Double set都算是OK 因為經常回來了 《曬狗戲》Double set一向都沒有故事 我覺得都是《曬狗戲》Double set的故事 這個真的有些其他關係 和機戰關係 但我剛才提到幾套 我覺得串連下去可能會做到一些有趣的故事 就是麻煩帶下去到《Unicorn》 《Unicorn》帶下去 因為差一年而已 《Unicorn》帶下去閃光之敗家仔 之後再帶下去Costbone 如果寫得好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特別是你接到由《Unicorn》帶下去Costbone 而《Bowlite》導演也是玩足 由《Unicorn》開始玩到過去 見盡一切的中二技師 但是如果你計算一些近幾年的動畫作品 就是《得吐天使御龍》 《Unicorn》也算是近幾年的 《Amindo》角獸 但你一些原創的作品 我以為你有些更新例如 雖然我們大家都笑 但我其實是想一些新例如《革命機》 或者其他的機人可以進入去 那你的世界會豐富一點 現在你25周年有這樣的作品 雖然我覺得它List 還沒滿滿的 但我覺得25周年最後出來是這樣的 好像有一點感覺很通常 很有普通的感覺 其實我又覺得差不多 因為25周年作我覺得它反而想保守 它不敢玩到太深 但超級是太弱了 所以它的問題反而是你超級是 它找到哪些作品出來 其實我在想超手機神 那勇仔王吧 反正會不會有誘急 你作為一個25周年紀念作 我覺得超手機神是有機會被人拉進來 那其他其實 可能是天威 天威勇士 它落天威好像落到都 有銷量到 就是落到都不要買 不知道為什麼帶這套東西很受歡迎 但它落到那一集 因為天威這玩具出到都每個狂搶 除了作品list之外 還有兩件事我覺得要大家留意 第一就是它還是會有Vita版的 但是沒有PS3版了 就PS4和Vita的 你叫機箭V 大家明白了 拿什麼來做 看畫面OK的 不知道到時候出來再看 另一件事它是發表了會有幾個語言版本的 當然了 日文 韓文 繁體中文 還有英文 是 那英文這件事我挺驚奇 因為我都知道西方國家都有一班 機人大戰的粉絲 他們都挺OK的 因為我有一次上去看OG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看過 玩過 OG有一場是白鶴獸獨白了一整罐 那些譯的 很多專有名詞 我見人用英文譯了四十幾分鐘 就是有愛的 有愛的 所以多出一些語言版本都是好事 尤其是它有繁體中文 我會期待 它說明是亞洲中文版 所以你預算的益領未必就你香港 應該是台灣那類的 未必會就你香港 講到機箭 也講到剛才我們講過的OG的Mondura 又推出一段新的trader 有一些新的驚喜 第一它的特典是有福利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訂購 有什麼福利呢 沒有 有Mouse Pack那些嗎 不是Mouse Pack 那些Size Story的廣播劇 你不要以為是吊起才行 我多害怕會變得 看得到Super Mobile War 沒有 你也知道Super Mobile War 另一個重點就是雨搖 這個可能有 因為Size Story 打這麼高榮合作 打這麼多年 打這麼多年機箭 大家不要告訴我 你沒有專家按過那些片來看 我不相信 那就是一些女角色的 一些永依的故事 可能是 另一件事就是 因為它裡面的CD drama 都可以 剛剛裡面有一個女星優錄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能買個特典回來做紀念 另一件事就是 它trailer都揭露了一個新的角色 我覺得幾驚喜 它會進入 就是OG在3DS的時候 是出過一隻外傳的 所謂動作策略Game 就是這個無限邊疆的 就是這個台灣譯名 它那隻Game 現在出到大亂鬥的 譬如上面 它出了一隻 很多不同的角色 你會變異 有鮑哈薩 有Street Fighter 有King Fight 有鐵拳 那些Crossover 那邊的角色 它故事設定 都是關於基戰的平衡世界的人 今集就進入這個正傳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故事 看畫面都OK的 它應該是由XSYS 走了過去 之前說的Colami 死了 我忘記哪三間 CAPCON 世家 好像這三間合作那隻 那隻什麼X什麼 我名字都不記得 我忘記了 出了兩集的垃圾 它應該從那邊走過來 終於現在走回到基戰正 跳了很大 但是我看不到女生的 那隻小子 混蛋 沒有女生嗎 我只看它 那隻小子 戰鬥畫面都不知道有沒有女生 那隻小子 那隻小子 所以大家就馬上明白 那基戰會這麼受歡迎 其中一個原因來的 那基戰都差不多了 那都是期待六月三十號 到時買回來上手 看看如何 而基戰V我會為了用特級而買的 放心吧 哈哈 哈哈 接著就說完那些入戲遊戲 沒錯 就說回那些洋長 不是說歐美的遊戲 又不是歐美 只是說鬼佬遊戲 簡單來說 歐美應該是鬼佬 隨便吧 不要浪費 你別妨礙你 我看你好像想修正美觀 但好像越來越壞 不是 他好像說得太好 就說回鬼佬的 總之接著就說 有兩位主持都在努力奮戰的遊戲 亦都是近期的熱門遊戲 就是Overwatch 來自B社的新遊戲 一隻競技遊戲 暫時沒有競技模式 他說未來會有 但是已經在搞比賽了 現在軒哥和藍哥 你們兩個就上去屠殺了若干的玩家 不是啊 上去被人屠殺 那你們兩個玩完如何 好沒有玩 我還沒跟你玩過 不是我這陣子沒空 你未同堅哥玩過好事 你一會兒是Dgame 我怕你一會兒 你的自尊心就床 我懶得就是一集雜訊 玩到自尊心 以後我還沒錄音 不是啊 我勸大家可以看回我們 在YPR追水區那邊 share那段影片 就是有這個 那個外國的實況主 這段影片很出名 他說玩到完全不記得 不覺時間過了 然後搞一個實況 我看不到你做 現在 你知道那段影片我看完之後 覺得好像吸毒一樣嗎 對啊 叫人不要再吸毒了 我第一次看那段影片的時候 我剛剛打完Overwatch 然後看到那段影片 我突然發了這段影片 就說不覺時間過 那我其實都幾認同這句話 但如果你說不覺時間過 那這遊戲好玩 因為第一 他每一場的時間是很短的 就是圍內如果真的打得快 可以五至十分鐘去打一場 你不停再想打一場 你打了一下真的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就過去了 因為這遊戲是你一死了就會 一段時間就rebound出來再打的 而CS那些就可能 他一被人拉低了 你剩下幾分鐘就是看電影 現在就是看一看十幾秒的電影 然後就要再出來打 為什麼你這幾分鐘 是堅持狂打的 還有因為中間他可以轉角色 你感覺上動感是多了 你不會說很悶 甚至你可以不停地轉角色 也可以玩東西 加上我們咪後也有說過 這遊戲的畫風令你不覺得會很悶 它因為色彩都很繽紛 很突出 人物的設計都很卡通 你玩下去不覺得太悶 而場的動感好 你真的不覺得時間過 而且感覺沒有那麼血腥 你玩下去就不會很緊張 比較輕鬆一點的感覺 但是這樣問一個問題 雖然不同類型 但譬如大家玩Online玩GVG 其實因為都是這麼長時間 可能更短一點 而你每一場都可以轉機 但是我想大家大概玩一個多小時 你都會覺得很累 分別在哪裡 分別在哪裡 現在不是每回合裡面可以轉 不是完回合才轉 不是完回合才轉 你死一命 然後你可以轉 除了這個角色 除了你可以這樣密集轉之外 它有一個所謂升level系統 它的level是沒有用的 對你的角色的能力是沒有關係的 它升來做什麼呢 它每升一個level就會比較傷利 一開箱就有四個random的skin或者語音給你的 有些人會覺得這樣玩下去 你不會覺得過時間 另一件事就是 你GVG那種感覺是 你始終是二打二 它現在多人的感覺是沒有那麼悶的 我會覺得 變化會再大一點 還有GVG會累一點 因為最重要是GVG你那一回合 其實你一直打的 你沒有時間給你break 你每看的敵人 你都怕被人射 但是現在一開一回合 你復活那一刻 我猜應該是這樣 你復活那一刻 你走回去戰場 我都叫做有條路走過去 那你有些時間給你 那個人精神breakbreak 還有在目的方面 GVG一定是要打爆對面的機 在你的角色裡面 不一定是做前鋒的 你可以做後備 或者做一些補充的角色 你可以整場不殺人 你可以整場不殺人 但是都可以幫隊伍做事 那我感覺可能你轉角色 不同的崗位都有不同的感覺 會好一點 好東西我們都說了 例如他角色好 玩法都好 但是都要提大家不要太上心 就是因為我跟街客打 沒有朋友打是很好腿的一件事 都是 就是 開米學著他 不是Rambo 不單是 我自己很Rambo 他的變化可以在10秒內很大 我試過有一回合 10秒鐘滅團 是啊可以的 其實我跟一些朋友打 他有一場 就是我們一群都在守防線 全部人都站在那裡 就是在防線後面 然後 後面有一個西華牛仔 他的角色 他的必殺技 是一槍必殺 他的左輪全部六飛 你全部角色六隻一次過秒 就是 我被他繞在後面 一下子瞄了我們一群 我們呆了 全部死了 不知道什麼事 然後再播放重播 不想是 這麼恐怖 是很厲害的 因為大家的角色都有大招 有些傷害力 但是你要看著你的鏡頭 看到那些角色才可以殺到 傷害力 有些傷害力也挺大的 所以大家的攻守是玩得很開心 例如我跟我三個一起玩 都遇過一些設施 例如被人繞在後面 或者是我們的團隊做得很好的 我有個朋友是Snipe得很厲害 可以滅團的 我們可以推車推得比較快 那這些東西 繼續 那繼續 不用 那邊推車是這麼敏感的 所以這遊戲 你已經是無聊的主持人 你說回你的話 這遊戲大家一起玩 翠士和翠美都會比較多 而且它的系統都做得好 你等待在 Match與Match之間等的時間 不會很長 你搜尋遊戲 我大概 每場都少了一分鐘 你就找到場去打了 以前有三個Battle分 我找了半個小時 問到一個問題 對於角色的平衡 你覺得怎樣 暫時OK 我覺得OK 因為我上網看 其實 分歧都很大 有些人還是覺得是OK的 但其實有些人都列舉了某些角色出來 因為我沒有玩 我不知道 他們都說其實你用這幾個角色 基本上都是很輕鬆去打 但我看有些人說用某個角色 又輸夠硬 我想好像剛才阿軒哥說的那個西伯爐仔 因為Crete 我是覺得他的 怎麼說 你需要的技巧 是比其他角色少一點的 因為有些角色 你可以分話 很容易用 但是你要很精 是要很長時間去練 而有些角色可能是技術含量 比較低 而你已經做到很大的傷害了 但是 始終這遊戲是六對六的 你一個人是 沒有可能 那麼容易去殺光六個 唯一不滿的地方就是 他的角色太少了 我覺得二十一個是少的 我希望他儘快在未來幾個月 加一至兩個角色 還有Map方面 我玩了大概兩天 我已經覺得有點重複了 是 他Map那裡是真的少了一點的 暫時 對 至於你的東西好的 就是他一些Special Mode 例如這幾天就是 只限定你用兩個角色 你可以進去那個Mode 大家都是只限定用兩個角色 就不停打 也可以逼你去用一些角色 逼你去用 OK的 這個方法挺有趣的 這遊戲做的 還有 啊 記起一件事要賺的就是 我看了一篇文 都覺得B4在封外掛裡面 是不為餘力的 這個好啊 好像他講得很實 他是有一個人在Beta那裡 嘗試過用外掛一次 對 對 接著就 到他正式買的時候 接著禁了他 好像 喔 禁完之後 接著他 禁完之後 我就再開過帳戶 或者 他直接改了什麼帳戶 改IP 用VPN 這樣做完一段 接著隔了一兩天 又禁了 即是認去過 他是認你的Hardware 有些人懷疑是 或者有些人懷疑他認出 即是買了一隻Game也不行 對 他買多了一隻Game也不行 他可能認他信用卡 因為我見過Post說他買了四次 第一次用cheat Bang了 第二次沒有用cheat 一天被人Bang了 第三次好像軒家說 改Hardware ID 改MAT Address 洗過部機 裝過 再用VPN 一天被人Bang 又Bang 對 那要搬屋才行 搬屋申請他們寬頻 買個部電腦 搬屋買個部新的 嘩 都幾絕 真的殺警爆 所以在封外掛方面 好的 暫時我玩 沒有一刻 我是覺得對面是用外掛 即是你現在看到對面有忍者 他本身真的用忍者 對 你可以看回別人的replay 你可以知道別人打你 才是否合理 即是就不是一些不應該有忍者的 即是有忍者 雖然前幾天我跟朋友玩 看那些Qcam 我們都覺得 嘩 那些不是人類的反應 來的 是真的 每次瞄到頭 我看到他的用半狀 那些 離遠 我看不到那個Pixel 我在哪裡 我突然被他死了 還要Headshot 但IPS用暴擊換街 前打CSC 就是這樣 那些人真的輸到心扶牛扶 心扶牛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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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 但是都有一些可以商榨 或者我覺得B社做得不好的地方 第一 他課金的價格都幾高 雖然課金 我是實況主也說過 課金是必要的 不是課金是必要的 雖然他之後會不會就是沒有人知道 但是B社玻璃渣的前職是好的 另一件事我不喜歡的官方不斷按同仁 是 B了 不想你唱歌會太糟糕了 因為我們第一次說Futwatch那次 大王也說過 色情網仔的Point Hub 那個瀏覽量是高了 是 過上去找 這次因為有一些同仁的畫家和作家 就發了一些所謂的色情同仁作品 甜東西 甜東西 那給B社就直接DMCA去那個網站那裡 哦 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等於你Post那些影片上DSAV 然後那個版權商去DSAV那裡按了那段影片 就是真的有海關爆門了 對 對 那我覺得這些就不太好 因為之前Overwatch有一陣子 為什麼那麼多人留意呢 就是因為他同仁畫家畫甜東西是畫得很多的 你上去某些網站 現在Overwatch的甜東西是排第一頭幾位的 我覺得在宣傳方面這件事都算OK了 所以你不要那麼… 就是有時候就… 還有那個一句 坦白說你按了多少 你按了之後某些網站 就是甜東西的那些網 甜的同仁網 都還在那裡 不如當沒有這件事算吧 對 反正這本就怎樣也好 也不算是教科書來 教科書說尷尬一點 戰隊講那個Case 對 因為之前玻璃渣都做過一件事 就是Overwatch Beta的時候 將某一個角色的勝利姿勢 因為他的勝利姿勢 你正面看是 他是用屁股握著你的 有人上Forum投訴 他就真的改了一個 只是擦了那個勝利姿勢 那李時長就立刻想 找投訴的人出來打開一鍋 對… 我覺得不用做那麼絕 但是以Game來論 前途是比較光明的 就是有一些有Dark的東西 現在前途有Dark 那大家有一個Game 都是盡有Dark 前途不光明是合理的 對… 不要再抽了 再抽了 不用玩了 肌佬生氣 肌佬生氣 再抽怕肌佬生氣 但Dark Soul被人好評 Dark Soul被人好評 Dark Soul被人好評 Dark Soul和Dark Soul是不同的 Dark Soul和Dark Soul 都是黑暗的 你說Dark Soul和Dark Soul 肌佬生氣 不過已經是燕燭實 我們不要說了 回來 我先抽到他 整個背部都是刀 然後說回機佬很喜歡的Game 以制他不在力的靈魂 就說一下Richard Richard好像近來… 我上集也說過 他有新的東西賣 一個OK的價錢 這樣說 那玩了如何 男哥 《Blood and Wine》我玩了 現在大概五至六個小時 我真的覺得 又糟糕了 糟糕了 糟糕了什麼 你愛上了男主角 凡是開了嘻嘻之龍 不是 他都不用了 他後宮很多 你愛上他 沒有說他愛上你 這次真的幫Sundie 你不要想那麼多 你是不是又好像那個實況主 DON DON'T FUCKING BYE WIT SHAPE You're wasting your time 然後鬼趟在一起播 一個什麼Nedwork Radio的host 這樣說這件事 瘋了 不是 我推薦大家去玩的 那這次的新資料片 這個Blood and Wine 做得氣氛是很好的 還有如果大家不知道這個故事 之前的主故事 你當是一個打仗的地方 好像在阿富汗 他這次的expansion 就去了一個南方的國家 你當好像突然去了一個 意大利 或者法國的地方 詩情畫意 裡面的騎士 他一出場有些騎士 就說 我們很有騎士精神的 你幫我單挑 就是那個感覺是完全不准 你不是孤兒仔嗎 你不要說孤兒仔 這個 回來 我不好意思 他改了一些很大量的東西 你想想一隻遊戲出了年多 他現在改善了UI UI好用了很多 嗯 那個單位是 以前如果大家有玩 那個單位的道具 是很難找的 是 他現在把分門別類 也都在戰鬥方面 加了一些新的東西 但我最覺得他好的地方 是他故事 依然是OK高質素的 例如 如果大家有玩 我經常氣稱這隻 叫名偵探Richard 名偵探Richard 經常都查案 查案 史提昏舟是不是有什麼關係 名偵探Richard史提昏舟 應該沒有 食神史神昏舟 因為作為男主角 他經常都會查案 那一進去 第一單案就說 有個城市 就請他做這個趕怪獸 當然 裡面的故事也有深度 但最重要是裝鞋兵中 你第一件案 找到一條C 他突然C裡面有小手筋 他說手筋在上面有三個英文字 他三個英文字是什麼呢 他很嚴肅地讀出來 三個英文字為什麼 DLC為什麼呢 DLC為什麼呢 D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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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DLC 當然他的名字是真的 但很明顯是想開玩笑 裡面有一些主線 或者支線 也很有趣 那你作為一個很帥的獵怪物的大師 你還是要開銀行戶口 那這些有體機作品都OK 那有一個任務 空都要考車牌 對 沒有世界都要開帳 對 他一個任務 就真的入銀行 因為他之前在小說裡面 他劇情真的死過一次 那銀行就當他說 你死了那個帳戶就沒有了 哈哈哈哈 那個任務就是 說他怎樣去真的 開發帳戶 開發帳戶是很好看的 那個任務 那是搞GET的 對 有些人中師傑 聽我的感覺很像人中師傑 那些支線任搞GET的 這個任務不要讓熱狗他們知道 你老婆 你瘋狂之福 賣廣告 開帳戶 開帳戶 香港眾志可恥 哦 都很像 裡面他都 開帳戶 當然他有一些 都很嚴肅的 都寫得很好的 例如他有一個任務就是 他去找查案 誰知道查到回來 發覺那隻怪物 其實不是他想做怪物 他可能受到詛咒 但是那些人要怎樣迫害他 到最後又要反胎又怎樣 故事也是好 所以 都是那句 我覺得這隻遊戲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2015年 去Game of the Year 我想Expansion 他可不可以做Game of the Year 2016 是有機會的 真的 因為他其實都很完整 我還沒玩完 但是暫時來說都很完整 即Expansion 他好像說有三十幾個小時 沒有說 我覺得可以 但是你所謂的奶是奶是甚麼 即是中毒而已 中毒而已 即是你做人應該實況主 我剛才也能理解到 所以我都假裝實況主 OK的 那Open Wars和Richard V 奶誰比較多 Richard比較多 Richard比較多 OK 那差不多 有興趣的朋友自己找來玩一下 這隻Game 最後我又崇完日 跟著又未完讓 說回隔離地方的一些新Game情報 就是台灣那方面的Game 台灣Game 我們之前都說過一些 例如《語港機龍》 上次有一個記者故事都有 但這次就是講一隻經歷Game 因為事源我們的YPR 其中一個男神 Cloud哥 不是只有他的男神 還有軒神 不要暴視自己 還有軒神 是啊 什麼啊 那在我們吹水區 就分享一個Game的介紹 那我覺得 都挺有趣 因為Kao少 通常都分享其他東西 什麼 都是女兒而已 那引起我的興趣 就是這隻反校 那其實這隻反校 就是台灣開發的一隻 怎麼說 恐怖Game 其實我覺得是 是的 那它的背景都挺有趣 我也覺得 因為這樣 就是Kao那個鍾義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在60年代的戒嚴時期 一些校園的靈異事件 那它都說 在描述裡面都看到它 可能混雜一些 宗教道教的東西 或者台灣的本地 一些都市傳聞 是的 所以看上去它的畫面 都挺有氣氛的 是 那裡面有時候找到一些文件出來 你以前看過外國Game 沒有幾個禮拜都在搞橫英文寫的 現在好像真的那些 做學生的那些 做功課的那些雜作寶 那種的架式 而且它的畫 它的感覺很個人 它的畫 相對是很簡單的 其實不是很花 或者很精巧的 但是它很簡單的線條 還有很 我覺得是很重對比的用色 這樣就做到氣氛出來 它營造到恐怖氣氛出來 挺好的 另外一件可以恭喜的東西 就是它這個遊戲已經在Steam Green 出過了 就是說大家之後有興趣想買的話 可以在Steam買 有興趣的聽眾都可以留意它是 2016年的下旬正式推出的 都分PC版和RS版 大家對這些都市傳聞 恐怖遊戲 雖然我本身自己 我不是很好這些類型 但是作為一隻這麼有本地特色的東西 我覺得都可以去試玩一下 而且它的requirement不高 所以我想大家要應付到 安裝到這隻遊戲去玩的機會都很大 因為以上你數的兩隻電腦遊戲 你這部機器那裡有差不多配備 就算不是高規格配備 至少要有些入門級才能做到 但剛才那隻就簡簡單單的電腦都OK 可能Notebook那些都純粹不用 那今天好像都差不多了 是啊 都分享了很多新遊戲 有日本又有外國 又有台灣 什麼都齊了 那下集回來 剛才那叫做講了 下集應該回來就是WWDC 和E3 應該都會由這兩個展覽 發佈會 霸佔到我們的科技新聞 和電話新聞 如果最後發覺兩個展覽沒話說就糟了 那再塞其Apon下去 如果這兩個展覽都沒話說 應該都可以讓我們講到一集 哈哈 就是一個point 臭水 Apon當然是兩個展覽沒話說 我居然神經病 最重要是 又是半夜才開發佈會 我都沒有時間看 那些鬼鬼都全部熊狗 九點美洲國家 那也是 九點全部都拋無政業的鬼 九點就跑來踢 有些法庫會熊狗 夜晚晚去 可以燈會日日透亮 真的 浪費電 肯定是D like的KK燈去做 那這段 多難的遊戲不攪拌 今集科技集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聽眾收聽了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這裡和大家說聲拜拜 拜拜